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在世界上最可爱 最孤单的公交车站小戏 可以在悬崖边与卖蒙的Puffy 鸟嘴海雀亲密接触 可以一路向北 徒步到大不列边版图的最北端 还可以目睹天涯海角的壮美景色 也可以在马格纳斯教堂读读为惊人的灵魂 沿着海边的小路最先造访5000多年前的史前遗迹斯卡拉布雷 是什么人在这里创造了文明 然后将其抛弃 又去向了哪里 至今仍是个谜团 只知道这处定居点自然环境恶劣 常年狂通肆虐 而这里被弃至600年后 金字塔才出现 怎么样 玄妙吧 有说法是最早的维京人来到了这里 可是却没有哪怕一艘维京船只的残骸在这里被发现 沿海一路南下就会被布罗德加石环所震撼了 规模上比萨里斯伯里的巨石镇更让人惊叹 直径达到了104米 石柱排列有序 是什么人 什么力量 驱使这些巨大的石块被树立在这里 何况要知道 经测定 这些石块并不产于奥克尼 而是来自苏格兰大陆 小弟我一直觉得 外星文明的力量才造就这样的奇迹 继续沿海步行上的几英里 你会发现布罗德加石环在数量规模上取胜 可是这里的斯坦尼斯巨石在个体高度上却完胜了 达到了5.7米之高 过去有12块巨石 如今虽然只剩下4块 但气势仍在 想和斯坦尼斯巨石亲密接触比比个头吗 相形见触是必然结论了 小弟1米87的个头在他们身前 那就是小小竹竹了 丢人了 搭乘飞机不到一小时 降落在舍德兰群岛不足一万人的首府勒威克 一处宁静的海港小城 在这里 不惧气候如何恶劣都值得乘船出海 接近海鸟的世界 不时的可以遇见唐鹅 海豹等卖萌的家伙 而最炫最酷的是Cliffknot 这块181米高的岩壁 是一处唐鹅 也就是Gannets 集体繁衍处 这密密麻麻的斑点就是上半只唐鹅构成的 北上蛮荒小岛Ongst就接近了大不列颠地理位置的最北端 这里是Harmones自然保护区 在这里呢 最适合孤独的行者 独享世界尽头的空旷 这里的主人是动物 但Puffins 鸟嘴海雀们才是最大的亮点 它们有鹦鹉般可爱的嘴巴 企鹅般憨态可居 优雅的身躯 麦蒙呢 则是它们的天职 你若是和我一样 找出悬崖边坐下 耐心等待 不出15分钟 Puffins就会接近到你两三米的距离 它们是丝毫不惧怕人类的 就在你的身边 起飞啊 降落 盘旋着 散步着 当时我是激动的牙齿打颤 只想落泪啊 而最酷的是暴雨来袭 它们也并不慌张 躲避在盐壁下 或者钻进盐壁上的洞穴 文如泰山啊 解释老中医 解开着拖拉机 全国各地四处跑 专制吹牛逼 我手拿大疙瘩 我腰化BB机 身穿一条大裤衩 他们嘴里掉玉形 解释老中医 解释整天笑嘻嘻 在这里继续向北徒步 会途经全英国最密集 最大的唐俄繁衍栖息地 它们整整占据了四块岩石 秘密麻麻 毫不逍遥的日子 在Hermonis自然保护区徒步 天宫变脸是异常频繁的 日出 乌云 暴雨 狂风 一直交错出现着 尽管如此呢 沿途哼着跑掉的小曲儿 还有小野兔斗趣 是轻松愉快的很 而这里便是英国版图最北尽头的几块礁石 它们是Marco Flager and Outstack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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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到我吗 后面那几块石头 大家能看到吗 被我的小黄包挡住了 后面那几块石头就是英国真正地理位置上的最北角了 这里是舍丹群岛最北的一个岛 Ans最北的自然保护区的最北端 这几块石头叫Marco Flager 还有最北边的那一块很小的石块叫Outstack 这里是英国大陆最北端 仅有的小石胶了 大家知道史迪文斯写金银岛的时候 他当时就住在Ans 那块小石头Outstack 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个非常有趣的历险故事 金银岛的原型 它的原权 它的那个思维的原权就来自于这里 嘿! I'm here! I'm here! I made it! I made it! I made it! I'm here! I'm at Northly Poi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m here! I mad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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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要感谢我的小黄包陪我走的这么长时间 今天行程不错 虽然刚才下了场大雨 但20分钟之后现在雨就停了 一会是万里无云宁静的海 一会是自然威力肆虐的印证 走到Aunst的Little Hammer钉字路口 我终于暗图所记 到达了世界上最可爱 最孤单的公交车站 这个车站展现了Aunst的居民 对生活多么浓郁的热情和爱意 因为每天 只有一般固定的公车经过 等车时日是百无聊赖 居民们便开始设计改造这个车站 让它温馨满满 每半年当地居民就重新设计一次 今年是契合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典 和奥林匹克重归英文 主色调成了红色 装饰也是相当的应景 我只想说在如此温馨的车站 我多么希望等待一辆 永不抵达的列车 与爱人白头偕老啊 哈哈 短暂的旅途总要终结 那就让我回到最开始的斯坦尼斯巨石 再得瑟上一把 记住自己的渺小 自然的伟大 才能以敬畏的赤子之心 不断地走在路上 探索精彩的世界 您说对吗 这就是我 西皮小复 人生又一次的短暂之行 后会有期了 现在我认为你知不知道 只要是5.7米 甚至只高 而且以前有11或12 的同样的石头 但现在你只能看到 4的石头 但每个石头 其实是5.7米 高